荣耀发财快报 大仙什么都知道 旁边要还站了个张飞 或者是姚妹抱团平推 所到之处寸草不生 这游戏就别提多难玩了 杨朱柳奥经过演变 已然成为了炮台变形金刚 四个队友保射手 星星再到手发抖 场面极其残忍 那有的同学就会说了 打不过咱们就加入呗 小妖怪先别着急加入 找到了战装玩法的核心 才会是你上分最关键的钥匙 如今当红战装射手 阴鼠三人 加罗后翼和黄中 这三者共同的输出特点 就是堆叠暴击 聊到这儿 怎样的出装备战 才能算合格的战装射手呢 我在这里 可以明确的给大家推荐 出装思路 经过多盘实用 相当好用 攻速鞋 电刀 无尽 是公认的必备发育三件套 很多小伙伴第四件 都会选择直接破晓 或者出一把气血之刃 其实收益并不算高 破晓作为射手的终极输出装 售价却要3400块 当初峡谷最奢侈品 比较出卖 肯定要 但是出装顺序 必须延后 反观气血之刃 实际上并不算一件 严格意义上的输出装 而是一件续航神装 咱也先把续航搁置下来 这里我推荐给大家的 就是它 主日之工 炮台之所以让人畏惧 爆发高是一方面 输出环境才更为关键 给一组测试 一起感受一下 主日之工的作用 我们以下罗为例 当这个下罗 不开一技能时 它的攻击距离是这么大 大概画一条弧线 当我们开启一技能后 攻击距离获得了提升 正好可以A到对面的后翼 再画一条弧线 再次关掉一技能 打开主日之工 我们发现 加罗没有移动一步 就能利用普攻 命中后翼 因此 主日之工的攻击距离提升 与加罗的一技能完全相同 从主日之工和加罗的技能介绍 我们可以再次确定 这两条弧线间的距离 为150码 加罗搭配主日之工 相当于开启了双倍的一技能 300码的额外攻击距离 足以让大部分常规射手 瞬间失去跟你战装对A的资本 这就是主日之工 不同于破晓和气血的独特游戏体验 那么主日之工 是不是只有加罗才能出呢 之前给大家说过 这次介绍出装思路 是完全适用于以上三炮台的 只是加罗的游戏体验上 更加明显罢了 后翼在大家的视野中 并没有改善输出环境的方式 所以才衍生出了 步走位才是最好的走位 之狂暴吸血 战路流 如今狂暴已削弱 开启主日之工的后翼 瞬间化身成了加强版的男性亚弱 这才是战装射手制胜的关键 当你出其电刀无尽主日之工 这新版三件套 才有了真正战路碾压别人的资本 那之后根据小规模团战的体验 发现续航不足 就出个小气血看看 如果还是不够 出完穿云弓后 再考虑出气血之刃 这是下下策 如果敌方前排坦度略高 在三件套后 就直接补出一把穿云弓 随后预购破晓 慢慢出 我个人实战偏向于 依赖吸血明文续航 最多搭配一把小吸血 放弃合成气血之刃 中后期卖掉小吸血 你就能多出一个格子 用来预购复活甲和明刀 毕竟射手是当前版本的绝对和谐 这一点 以我亲知肚明 保命装能够提供容错率 是胜率的最大保障 学到了吗 最后赴明文 这套明文可以在前期五到八级 让炮台射手的攻速 产生不同程度的质变 打到中后期 依然拥有不错的续航和暴击伤害 谁用谁知道 好了 那么看过本期内容的小伙伴 希望大家都能体验 逐日之功为你带来的全新快感 趁着还没削弱 玩到就是爽到 排位冲冲冲呀 我是张大仙 等你上番好消息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不见不散